古巴雪茄之所以名贵,也许因为他们是读出来的。 微信IDEYEONHISTORY1908年,一家哈尔纳雪茄作坊内,雪茄朗读者,正在为工人阅读报纸。 春季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13岁的桑托斯多明格,忐忑不安地走进圣湖安玛丁内斯镇一家雪茄作坊,开始朗读余果的悲惨事件。 他的声音红亮清碎,仿佛海成一阵湿润的风,吹进阴暗闷热的作坊,工人们都抬起头凝视着他,满怀期待。 这是他65年雪茄工厂朗读者生涯的第一天,对于这一天,88岁的桑托斯多明格,至今仍历历在目,尽管他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记忆。 自1865年以来,像桑托斯多明格这样的朗读者,每日走进古巴的雪茄工厂,打开一本小说或诗集或报纸,读一段文字,抚慰着工人们干涸枯燥的内心。 这一切如同雨果在悲惨世界里所说,是自然而然发生,就如同夜幕降临,白日昔尘。 一、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古巴,是西班牙人殖民者眼里的一座永远忠诚的岛,雪茄的唇香弥漫在岛国的每一个角落。 英国作家乌尔夫曾这样形容古巴,这海岛本身便是一具天然的宝石烟怪,地球上再也没有别的地方,泥土、阳光、风和水的组合,比得上这里,栽种烟草再适合不过了。 当哥伦布将雪茄带回欧洲,标新利益的贵族和富人,迅速成为雪茄的拥顿,十九世纪是雪茄风行的年代,在西班牙人的经营下,古巴哈巴那成为全世界雪茄信徒的圣地。 1840年左右,哈巴那的雪茄生意极为繁荣,英国、德国、法国、许多欧洲国家都与古巴签订了长期协议,要求每年从古巴进口雪茄。 古巴雪茄业因此急剧膨胀,传统的手工作坊,逐渐转型成了雪茄工厂,仅仅在哈巴那就拥有超过五百家的雪茄工厂,雪茄工人数量也超过1.5万人。 这些雪茄工人们,坐在高高堆垒的烟叶堆上,凭借一块木板,一把锋利的刀片,一罐天然菜胶,一些模具和灵巧的手指,日复一日地重复劳作,生产着优质的手工雪茄,辛苦且枯燥。 西班牙作家哈辛托德·萨拉斯基罗甲,在目睹了雪茄工人的生活后,曾经感叹道,没有什么事情比用优质的心灵教育,抚慰这些悲苦的灵魂更重要了。 雪茄朗读者1865年,雪茄工人出身的诗人萨图尼诺·马丁诺斯,创办了一份名为《曙光女神报》的报刊,在他的开篇社论中说, 本报之目的,是为鞠躬尽瘁,对所欲奉献的社会阶级,担负起启蒙之责,我们将竭尽所能,使自己为大众所接受。 然而,在那个时代,75%以上的古巴白人,和90%的古巴黑人都是文盲,雪茄工人更是如此,曙光女神报的读者寥寥可书。 萨图尼诺·马丁诺斯一时早,要增加读者首要的,是让雪茄工人脱毛,而让那些整日忙于劳作的贫苦工人,全都能进学校受教育显然并不现实。 受监狱里为教化罪犯,而组织朗读活动的启发。 1865年6月21日,萨图尼诺·马丁诺斯在费加罗雪茄工厂,组织了首次朗读,从十字的雪茄工人重选出来的工人代表朗读了曙光女神报的一篇文章。 超过三百个工人聆听了这次朗读,1866年1月7日的曙光女神报欢呼道,工厂朗读活动已初步在我们之中展开,带头者是光荣的费加罗工人。 二、朗读给雪茄工人们打开了一扇窗,在他们机械劳动的同时,可以听到一些有趣的故事或者新闻。 社领工人们十分欣喜,在某种程度上,也激发了工人们的工作热情,工厂主因此默许了朗读者走进雪茄工厂。 渐渐地,更多的雪茄工厂开始效仿,许多工厂甚至专门为朗读者修建高高的讲台,以便朗读者的声音越过高高堆砌的烟液和埋头苦干的雪茄工人,头顶传播到工厂的每一个角落。 朗读者成为一门职业,他们的报酬由雪茄工人致富,一开始,朗读的内容如工厂主来决定。 工人们渐渐意识道,既然我们自己出钱,自然该由我们决定读什么,后来,朗读的内容都由雪茄工人来决定。 如果《悲惨世界》是最受欢迎的作品,除此之外,斯汤达、巴尔扎克、塞万提斯、迪更斯、大众马的作品,也是雪茄工人必选的经典。 昭明的雪茄品牌罗密欧朱丽叶和蒙特克·克里斯托,都来源于这些被朗读的作品,诗歌和新闻也是工人爱听的。 在工厂的讲台上,古巴革命诗人和塞马蒂激情吟诵,纵然匕首刺进我的心脏,又能将我怎样,我有自己的诗句,比你的匕首更强。 雪茄工厂里的朗读无异于一场启蒙运动,西班牙人渐渐感到朗读者身上酝酿的危险气息,德塞尼罗雪茄厂地老板警告工人们远离朗读员,他直言不讳。 工厂是用来工作的,不是用来朗读的,讲台是用在学校里的,而不是用在工厂里,西班牙人控制的一些主流报纸,批评雪茄工厂里的朗读具有颠覆性。 1866年5月14日,古巴总督颁布禁令,一、严信以朗读书籍和报纸的方式,或也和其所从事的工作无关的讨论,从事让烟草店、工厂与店里员工分心的活动。 二、警方应执行此法令,并将违反此法令的店家、管理人员或经理依法处置,根据案情轻重处以刑法。 西班牙人的警惕是有先见之明的,1895年2月24日,一名卷阳工人将和塞马迪的起义命令装在一只雪茄里送了出去,点燃了古巴第二次独立战争的烈火。 三、古巴独立战争期间,一些雪茄工人移民到美国,把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建成了雪茄之都。 朗读的传统也随之而来,在坦帕的雪茄工厂里,朗读者曾被誉为工厂里的王子,可见其地位之高。 从1900年代到1920年代,美国画家马里奥桑切斯追一道,我的父亲一直是加托雪茄工厂的朗读者。 早晨,他朗读从地方报纸翻译过来的新闻。 他也每日朗读,直接从哈瓦那开来的船上,买来的古巴报纸上的国际新闻。 从中午到下午三点,他朗读小说,还得模拟书中人物的声音来诠释他们,就像演员一样。 独立战争之后的古巴,美国人取代西班牙人,成为古巴雪茄烟厂的大股东,此时,在古巴有120家雪茄烟厂,每一家都有朗读者。 1923年,广播的哈瓦那的卡巴纳斯雪茄工厂出现了,人们本以为朗读的传统将被取而代之。 许多老工人都是朗读者的忠实粉丝,但是年轻人喜欢听听广播,广播很快就会受到工人们的青睐。 令人讶异的是,朗读者的地位并未被撼动,每日清晨,朗读者们照例走进工厂,走上讲台,打开报纸或是杂志语书,为工人们读上一段喜欢的文字。 下午,一些工厂会播放广播,但哈瓦那一半以上的雪茄工厂拒绝安装广播,尤其是那些传统古老的雪茄工厂。 这道并非因为保守,古巴最古老的雪茄品牌帕塔加斯工厂,曾经第一个安装了朗读讲台,但却始终没有安装广播。 在古巴,有雪茄工厂的地方就有朗读者,尽管无法替代,卡斯特罗政府仍带来了改变。 四,1959年,卡斯特罗执政后,政府把古巴雪茄工厂进行了合并,仅保存了八家雪茄工厂。 桑托斯多明哥回忆道,在1959年卡斯特罗执政之前,朗读者是由工人来支付报酬的,工人愈多,报酬愈多,所以朗读者会尽量选择那些工人比较多的工厂去朗读。 卡斯特罗执政后,朗读者成为工厂的雇员,拥有了固定的工作时间和固定的工资,我记得,我每月工资要三八比左,直到1984年,八十岁的桑托斯多明哥,对此记忆犹新。 其他的没有变,只是人们受教育程度更高了,如今的古巴已不是一百五十年前遍地文盲的国家了,朗读者功不可。 在卡斯特罗政府的支持下,朗读者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更多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加入到这一行业,他们曾经是记者、教室、诗人。 雪佳朗读者现代的朗读者已不仅仅只有一个好嗓音即可,他们还需要具备更多的素养。 2000年夏季,一个以雪佳工厂朗读为主题的文化推广计划,在哈尔纳的雪佳博物馆举行,2003年4月至7月之间,古巴未活内的雪佳工厂朗读者,组织了一次系统培训。 内容包括公共关系、新闻素养、口语表达、文学修养以及戏剧艺术和雪佳时,在培训中,朗读者在一起互相分享经验和方法,彼此学习,不再孤身作战。 时至今日,雪佳仍然是上流社会的标志,古巴几乎就是雪佳的代名词。 今天的雪佳玩过古巴,世界上最优质的烟叶,在红土地上茂盛生长,世界上70%的雪佳在这里生产。 而工厂里的朗读员们仍旧如同一百五十年间那样,每日走进他们专属的讲台上,朗读报纸、小说、诗歌,他们仍然读雨果和大动马的小说,但也读达芬奇密码。 雪佳工人2009年,古巴政府将雪佳工厂朗读者,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 而在美国,伴随着手工雪佳业的衰微,人们只能在固执堆里回忆。 世纪之交到1930年代,在坦帕和易博的雪佳工厂里,有一群头戴巴拿马草帽,衣冠楚楚,端坐在高台上以红亮而优美的声音,像雪佳工人朗读的男子。 正是这些朗读员的声音和文字,在广播和机械化之前告知,组织和激励雪佳工人,他们在1930年代之前靠手工劳索,死后珍雪佳人和朗读员,都被机械化取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